弟弟, 爸爸冤枉了一整天 你說如果我拿點糖水給我下火 有沒有用呢? 你別管, 你真的前輩沒拖過地嗎? 給爸爸一點時間冷靜一下就沒事了 依我說, 一凍就不如一靜 搞了一陣子爸爸嚇了一口氣 就沒事了 你好 善姐? 吃完了? 吃完了 算了, 我說, 一靜一靜一動 你姐姐這麼討厭 你不是不幫你爸爸報仇嗎? 你也這麼覺得嗎? 反正我最討厭你這種不孝女 連親生爸爸也害了 但我可以怎麼做? 他可以幫你 火梅賽? 這個是我最新的電影劇本 劇中說主角為了報仇 跟他的仇人和好 在他身邊… 喝點喝點喝點喝 現在你的劇中的男主角 你就好好演繹他 把他帶進你的生活裡面 搞錯了嗎?什麼? 食環處說我們衛生車要改善 擺明是他賭我了 他連爸爸也可以出賣 我? 什麼? 是叔叔而已 難道不是他, 難道是你? 搞定他吧 現在人人當你是壞人 什麼都入了你的鬍子 我不在乎, 最重要是雷公信我 最慘的是Terry當我是仇人 姐姐、舅舅 我可否和你們一起坐? 當然可以, 弟弟, 你坐吧 幾晚, 現在不生我們氣了嗎? 火梅賽復仇第一章 招女藏刀, 取信敵人 原本是生氣的 不過我想清楚了 姐姐, 你這麼疼爸爸 又不會真的這樣對他 你之前說我身上膽, 我又不相信你 我真的太衝動了 弟弟又會突然這麼清醒? 就是了, 你一向我都藏在一片頸 其實和爸爸住人真的很難受 我為了他, 和你們翻臉 他還天天罵, 當我是阿四 你怎麼會當阿四?爸爸又是 你現在知道我們好了嗎? 姐姐, 我可以搬回來和你一起住嗎? 真的嗎?當然好 弟弟, 你知道你不在的時候 我多悶嗎? 好 好 什麼味道這麼公鼻? 弟弟, 這麼早你在這裡搞什麼? 姐姐, 早晨了 沒有, 我做了早餐給你吃 你做早餐? 和爸爸住了一陣子, 要服侍他 就急著學吧 麻辣火鍋, 還有水果拼盤嗎? 熱毒, 肥膩, 寒涼 這麼早吃, 這麼重口味 我怕我肝頂不住 我看你平時忙得也沒飯下肚子 就特意煮得豐富一點 如果你不想吃, 那就算了 我把他倒掉 不要… 你煮什麼, 姐姐也會吃的 好, 吃光它吧 這是什麼音樂? 聽十面埋伏, 真假吃肉 我怎麼會這樣? 但為什麼我覺得 好像被千鞠馬馬包圍住? 還是那些東西太辣? 我吃得人好, 情緒不安 那倒是對 有研究說 但是這樣可以幫助血液循環 營養也能吸收得好一點 難怪我吃得很像薄薄的跳 弟弟, 你真的有見諜 吃塊豬 姐姐 我喝完你的咖啡了 我又沖了給你喝 弟弟, 弟弟 你喝的咖啡, 令人不一樣 火梅菜, 復仇第六章 獨海沉淋, 任我如若 喝完你的咖啡, 我精神得多了 這些就是親情味 你好 再見 善姐 怎麼樣? 報仇大姐進行得怎麼樣? 很成功 現在已經到了第九章 不似人形, 行屍走肉了 你真聰明 我現在照顧男豬肉這樣做 暗中就換了霧牌化妝品給他 然後他睡著的時候播出靈幻音樂 告訴他, 弄得他一整晚都睡不著 現在他不僅是烏尾, 又做不到事 還弄得沒有一張成千萬的合約 聽說雷公明天就會找他照廢了 那就好了, 什麼手都報了 這輛車很嚴肅 好, 我覺得根叔很快就會買新車 九千元賣給你, 根叔 這麼便宜? 會不會有點古怪? 這輛車拿來做靈車 根叔, 你打算有很多繁殆疑嗎?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是人家戶後 立著一輛靈車遇到的鬼故事